2022年3月21日,中国东航MU5735号发生空难,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 按照国际惯例,需要在事故后的一个月对事故的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并通报情况 而在这份情况通报中,只有对事故现场的基本描述和排除了一些不利于航空公司的可能性 而下一次事故通报将在一年后,这件事故也将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事故的原因和带来的教训也是如此 幸运的是,附近的监控拍到了飞机坠地前三秒的画面 而这三秒所包含的信息或许比那一整夜通告还要多 这是我自己制作的飞机,它既没有动力,也没有驾驶员 但是可以看到它落地的姿态还是比较平缓的 那为什么事故中的飞机会以那样的姿态落地呢 在中学,我们就已经学过如何对一段连续的运动轨迹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不同时刻飞机所在的位置 这是iPad分屏画面,左边是视频,右边是秒表 疯狂截图,并得到了不同时间所对应的飞机位置 选择其中比较清晰的一张初位置对应时间1.14秒 和一张比较清晰的末位置对应时间2.60秒 再选一张飞机轮廓比较清晰的作为比例尺 将三张画面合成并打印在纸上 量出清晰的飞机轮廓的长度,作为比例尺 另外两个位置的飞机则作为置点,标出置心的位置 大致测量飞机运行轨迹的长度 以至飞机实际长度39.5米 对应纸上的2.2厘米 就可以计算出比例尺 利用比例关系,计算出飞机实际的飞行距离 大概是438米 而飞过这段距离所用的时间 可以用初位置的时刻和末位置的时刻的差值来计算 所用的时间是1.46米 也就是说飞机在1.46秒内运动了438米 所以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300米每秒 那这个速度对于飞机来说快吗? 诶,还挺快的 试骨飞机的巡航速度是234米每秒 而飞机的生理来源是飞机在高速运行时 与空气巨大的相对速度所带来的上下表面的压力差 所以飞机的发动机不是向下喷气的 只需要向后喷气,保持飞机的速度就可以了 只要有足够的速度,就有足够的生理 而驾驶员可以通过改变机翼的形状 来改变胜利的大小,实现各种操作 OK,那我们回到问题 在这个事故中飞机的运动方向沿轨迹切线方向是这样的 所以它会受到一个与运动方向相垂直的生理的方向 此外,飞机自身还受到重力的方向 是这样,数字向下 所以可以根据它的合力与速度关系 绘制出它的轨迹大致是这样的 但是事实上它的轨迹却是这样,延直线 所以此时生理很小,或是不存在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或者说怎样的操作指令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以正常飞行的情况建立参考系 飞机受到了重力 以及不可避免的与飞行方向相反的空气阻力 此时,合力的方向大致朝下朝后 在出速度向前时 可以获得飞行轨迹大约是这个形状 也就是说,这个飞行轨迹 是驾驶员的操作所带来的预期结果 现在再来观察飞机落地前的运行轨迹 是不是和我们分析的有一些相似呢? 如果驾驶台有一个按钮能实现这样的运动 那这个按钮可能长这样 但为什么这个按钮被按下了? 或者说,为什么这样的操作被执行了? 就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 车祸带来了死亡 也带来了安全气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